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垂涎美色 设下弥天大局 蛇妖 冒充我要付出代价 从前 在二龙山下有个潘家村 顾名思义 这里几十户人家都姓潘 没有外姓 村里有个孩子叫潘九金 他天生神力 从小比别人壮士 所以他父母给他取名九金 九金家中很穷 平时靠父亲上山打猎给家里改善生活 雄人的孩子早当家 九金也不娇气 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祝父亲进山打猎 谈力气比别人大 跟祝父亲进山能顶半个大人 尝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这天 九金身体有些倦怠 不想跟父亲上山 父亲想助小孩子偷懒 也没有强迫他 就一个人进山去打猎 可到了掌灯时分 父亲还没有回来 母亲非常着急 就叫了几个汤兄弟 帮忙去山里找 一个时辰之后 大家抬回了父亲 可父亲血肉模糊 五脏六腑都被掏空 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这时村里年长的人说 这肯定是妖怪所谓 前段时间我在二龙山上看到过一条大黑蟒蛇 那身子比水桶还粗 至少有两丈长 那爬起来的速度感觉像飞 隔老远就能听到动静 幸亏我当时机智 爬上了一棵大树才躲过了一劫 从此二龙山上有妖怪的传说就在潘家村传开 再也没有人敢独自上山 因为父亲的去世让潘母深受打击 他一病不起 家中没有前请大夫 他的病没拖两个月时再熬不下去了 就撇下了潘九金 让十二岁的他成了孤儿 潘九金虽然说力气大 但毕竟还是个孩子 没办法养活自己 村里的老屠夫潘老六现其可怜 就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 让他跟着自己学杀猪 潘九金靠着自己的神力给潘老六帮了不少忙 让他省了不少事 所以他对这个徒弟还是满心喜欢 平常别人请他们去杀猪 给他的猪下水 他也会分给潘九金一半 在那些日子里 潘九金不仅养活了自己 还让自己吃的比较好 过了三年 他以经常的比同龄的孩子高了一个头 五大三粗的模样 让他早早的失去了孩子的志气 开始自己独当一面 潘九金年龄虽小 可他一个人就可以扛起一头猪 而且要的钱也少 所以附近的人都愿意找他去杀猪杀养 他的日子有了好转 慢慢的生活中也有了富裕 可这附近的人都嫌弃他是个杀猪的 没有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 潘九金也不着急 他觉得再难的日子都已经过来了 以后只会越过越好 再说夫妻讲究缘分不能强求 这一天 潘九金去镇上杀了一头猪 这个人比较大方 不仅给了他工钱 还给了他猪下水和半个猪头 潘九金一手提住猪头一手提住猪下水 嘴里吹住响亮的口哨 脚下迈住欢快的步子 朝家里走去 当他走到街道的拐角处时 发现有七八个乞丐正在围殴一个人 而旁边一个女孩哭住大喊 你们别打了 我们把食物都给你们还不行吗 哥哥你放手吧 再拿住大饼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潘九金最近不得这种以多气少的人 他快步走过去一声大喊 你们干什么呢 鸡个乞丐骑刷刷的回头 当看到潘九金手上的猪头时 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胃手的乞丐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可能因为长期缺齿少穿 人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 眼窝深陷 两眼突出 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婚姓 他原本失神的眼睛盯住潘九金手中的肉 突然闪起了亮光 他咕咚咽下一口口水 声音大的周围的人都能听到 然后一声令下 给我抢 谁让他多管闲事 这是自找的 七八个乞丐瞬间转移了目标 放开已经被他们打得奄奄一息的男子 潘九金一窝蜂地扑了上来 潘九金快速地把猪头换到左手 一只右手加两条腿 很快地就把这几个乞丐打趴下了 他扫立眼地上横七竖八的乞丐说 就你们几个还想从我的手里抢食物 也不掂量一下你们鸡筋几两 还不快滚 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人 献一次揍一次 几个乞丐根本没想到潘九金力气这磨大 伸手着磨好 几个人虽然眼颤他手中的肉 但眼下还是保命要紧 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落荒而逃 潘九金看到旁边的女孩抱着他哥哥的头还在抽气 他这才仔细地观察这一对兄妹 男子显然被打得不轻 身上的多处伤口都在流血 但他还是从紧紧护住的胸口掏出了两个大饼 递到妹妹手里说 小米不哭 你快吃 已经饿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跑来的两个大饼赶紧趁热吃 叫小米的女孩哭得更厉害了 一边哭一边说 你怎么这么啥 为了两个大饼差点被人打死 你要是有什么意外 你让我怎么活 都是哥没用 照顾不好你 让你连一毒饱饭都吃不上 家乡遭难 害得咱们流离失所 爹娘为了保护 我们也先后去世 如果我死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这样才对得起爹娘的一片心意 男子说道 我不要你死 来 我给你喂饼吃 小米拿起饼 撕下了一小块 放进他哥的嘴里 男子张开嘴 嚼了两下 脸上呈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果然没一会儿 他头一侧大口地吐了出来 不仅把饼吐了 还吐了很多的血 小米不停地拍打住他哥的背 希望能让他更好受一点 眼睛里浸满了泪水 有点束手无策 潘九金走过去说 他伤得太重了 应该要去看大夫才行 否则很难自己康复 小米睁住泪眼 看住刚才救他们的人 想说几句感谢的话 可话还没出口 眼泪就下来了 他一个女孩子 沦落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潘九金伸手把男子搀扶起来 对他说 你还能走吗 男子点了点头说 多谢恩公帮忙 我才能留住小米 大夫就不用看啊 我们也没钱 潘九金看住男子虚弱的样子 从都里掏出当天的工钱 递到小米的手里说 我这里还有点钱 你拿去给你哥看病 前面拐角就是医馆 快去吧 小米接过钱 朝潘九金深深的鞠了一躬 然后才扶住他哥一缺一拐的朝医馆走去 潘九金望住他们的背影 感慨住谁家的生活都不容易 直到他们安全的跨进了医馆 他才回头往家里走去 潘九金心里一直惦记住这对兄妹 想住次日默认请他干活 远去镇上看一看这对兄妹 看看哥哥的伤情是否好转 第二天一大早 潘九金就开始往镇上走 他刚翻过一座山 就远远地看到山坳里有一个人挂在树上 他心想 不好 有人要上吊 他快速跑过去 一把抱住那人的双腿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人从绳子上取下来 他把人放到地上后 才看清楚这正是昨天的乞丐女子 他拍了拍女子的脸 大声喊到小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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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到还是昨天的恩公救了他 就大声地哭了出来 一边哭一边说 哥哥死了 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你就让我跟他一起去吧 潘九金这才看到旁边的地上还躺住一个人 正是昨日受伤的男子 面色辣黄 双目紧闭 应该是早没有呼吸了 潘九金心里很难过 对着小米说 你哥哥已经走了 他肯定不希望你这样 你只有好好的活下去 才能对得起你爹娘和你哥哥一路护住你 小米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 如果不是家中遭灾 她确实没有受过什么罪和委屈 虽然家庭不算富裕 但是父母和哥哥都很宠爱她 现在突然只剩下她一个人活在世上 她还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昨晚进了医馆之后 大夫看了看他哥哥的伤势 对他说 他的五脏六腑都已经受伤了 现在就是神仙也无回天之力 你还是把他领上走吧 看他想吃什么给他吃点就行 小米跪下哭住 求大夫给他哥哥开点药 大夫实在无奈 也只给他开了一些止血的药 小米把药给哥哥喝下 又去街头买了一碗热汤面 为哥哥吃了几口 可他实在吃不下去 就让小米吃了 晚上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 又害怕那几个乞丐找麻烦 就只好顺着山路往山上走 可还没有走多远 哥哥就倒下去了 任凭小米怎么哭喊 都再也没有醒来 小米在哥哥的身边少了一夜 他既没有能力把哥哥埋葬 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心灰意冷之时 他取下哥哥腰上的裤带 把自己拴在了这颗歪脖子树上 潘九金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对小米充满了同情 当下最重要的是帮他埋葬哥哥 他对小米说 你在这里守住 我去找附近的村民借点工具 先帮你把哥哥下葬 至于以后怎么办 只要你活着我们再想办法 小米感受到了潘九金大哥哥一样的热情和关怀 乖乖地点了点头说 你放心去吧 我不会再寻死了 潘九金下山找村民借了锄头 铲子 又把身上仅有的钱拿出来 换了一副破席子 然后返回山傲 愧疚地对小米说 我身上也没有太多的钱 买不起棺材 只能将就着用破席子了 小米红住眼睛道谢 用手接过破席子 然后又把它搁得一容简易地清理了一下 用破席子裹住 这时潘九金也挖了一个不太深的坑 两个人合力把它搁抬了进去 潘九金填住土 小米看住哥哥一点一点的被土掩埋 心中难过开始嚎啕大哭 哭住哭住就晕了过去 潘九金填好坑 雷好坟 看住昏迷中的小米 不知道把他怎么办 只好把他背回家中 等他醒了再商量何去何从 可小米醒来之后 一言不发 人也变得痴痴傻傻 潘九金只好去请来 大副给小米看病 大副看了半天 最后得出结论说 他最近受的打击太多 人过度伤心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潘九金看住面无表情的小米 有点担心地问道 那他这样会持续多长时间 大副摇了摇头说 这个很难说 也许在某一事情的刺激之下 他就醒了 也许他一辈子就这样了 潘九金把大副送走之后 去请隔壁的大神准备了一套衣服 让他帮忙给小米清洗一下 大神收拾完毕 感慨地对潘九金说 好俊的女子 要是清醒过来 给你当个媳妇多好呀 潘九金虽然见了小米几次 但他一直都是蓬头垢面 根本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这回收拾干净了 他仔细一看还真的挺俊 虽然一路逃难 但是皮肤还挺白皙的 大眼睛虽然没有神 但五官君称 在潘家村来说 很难有这魔俊俏的女子 潘九金在心里想 这辈子就算他清醒不了 自己也要好好地照顾他一辈子 这天早上 潘九金结了一个伙 去外村帮别人杀两头猪 因为路程比较远 他走的时间比较长 不太放心小米一个人在家 就请隔壁的大神帮忙照顾 大神把小米安排在院子里晒太阳 他就去忙自己家的活去了 邻居潘大壮刚好路过潘九金家门口 看到小米一个人在院子里 就开始心生邪念 潘大壮是村子里的老光棍 四十来岁 一辈子没有碰过女人 信小米又呆又傻 还长得十分漂亮 而且他早上碰到潘九金离开了村子 想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 他悄悄地摸进了潘九金的院子 拴上了大门 他一把抱住小米 在他白嫩的脸上又咬又啃 小米刚开始没石膜反应 当潘大壮有进一步动作时 小米灵魂深处的一时唤醒了他 感觉自己遇到了危险 小米开始挣扎 大声哭喊 动静惊动了隔壁的大神 大神赶紧放下手中的火炮过来看 发现大门从里面拴上了 他就在外面使劲地拍打 一边拍一边喊 哪个丧尽天良的 连一个傻女也不放过 干这种畜生的够大 潘大壮发现有人来了 赶紧放开了小米 从院墙上翻了出去 回到了自己家 经过这一番折腾 小米的神志反而恢复了 他跑去打开大门 见到大神就跟陷到了亲人一样 跟大神哭诉了刚才的经过 然后睁住大眼睛问大神 这是谁家 我魏师魔在这里 大神见他清醒了 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 还把最近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地告诉了他 小米回忆起了埋葬哥哥的情景 想必大神口中的潘九金就应该是自己的恩公 大神见得恢复正常 就嘱咐他把门关好 回家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而小米此时内心非常激动 觉得潘九金帮了自己太多的忙 自己无疑未报 现在自己也是孤女一个 与其在外面讨生活被别人欺负 还不如对潘九金以身相许 既报了恩又有地方落脚 一举两得 小米打定主意后 就把潘九金家里上上下下的收拾了一遍 又炒了几个菜 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等住潘九金回来 潘九金到家十天已经快黑了 他老远看到自己家里 亮起了灯 还想住大神照顾的珍州道 但一想到小米还没有吃饭 就加快了往家里走的步伐 到家门口他闻到一阵阵饭菜的香味 还以为是自己饿了 闻到了邻居家的饭菜味 他刚推开门从院子里进来 小米就笑盈盈地迎了出来 九金哥你回来了 快洗洗手吃饭了 小米麻利地拿起水瓢从水缸里咬了一盆水 端到了潘九金的跟前 又借过潘九金手里的珠下水 校主说傻看住我干啥 我的脸上脏了吗 潘九金这才反应过来 尴尬地笑了笑说 小米你好了 小米娇羞的点了点头 然后把下午发生的事情都跟潘九金说了出来 潘九金根据小米的描述 猜测这个人就是潘大壮 他拿起杀猪刀就准备冲住院子找他去算账 小米赶紧拦住他说 九金哥 算了 如果不是他来欺负我 我也醒不来 还好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再说也没有什么证据 就不用去找他算账了 以后我会小心的 潘九金看住董事的小米 多了几分心疼 他只好放下杀猪刀 坐到餐桌边 看住这一桌子的菜 突然有点担心的对小米说 你不会要走吧 九金哥 你是除了我爹娘和哥哥之外 对我帮助和照顾最多的人 我无以为报 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如果你不嫌弃 我想以身相许 你愿意吗 小米说出这些话时 脸上飞起了两朵红云 在摇曳的灯光下 显得格外娇羞动人 潘九金做梦都想的事情 没想到被小米说出来了 他反而有点猛 他压抑住内心的狂跳 结结巴巴的说 真 真的吗 小米 你不嫌弃我是屠夫 你这么漂亮 你确定你愿意留在这个小山村吗 小米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潘九金觉得桌子上的饭菜格外香 一连吃了好鸡晚饭 然后潘九金决定 虽然双方都没有父母亲人 但还是要给小米一个正式的婚礼 当晚潘九金拿出自己这些年的积蓄交到小米手中说 这些都交给你 明天我们就去集市 给你准备一些漂亮的衣服 然后你看家里 缺什么咱们就买什么 总之你不要省钱 成亲只有一次 你一定不要亏了自己 小米内心很感动 能遇上一个这样之冷之热 真心疼自己的人 觉得自己此生很有福气 第二天他俩早早的去了集市 小米也只买了一些结婚必备的东西 然后买了两身换洗的衣服 潘九金看得舍不得花钱 就说道 钱我可以再挣 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不用替我省 小米白了他一眼说 从现在开始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将来的路还远住呢 好日子都是攒出来的 潘九金一听 这是要开始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 内心很兴奋 就在小米耳边悄悄的说 是 娘子以后一切全凭娘子安排 小米脸一红 举起粉拳轻轻地倒了他一下说 谁是你娘子啊 二人一边说住闹住 就已经把东西置办齐全了 两个人回到村里 潘九金又去请了几个得高望重的老族辈 替他俩当见证人 当晚就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潘九金成亲之后 也学会了过日子 每天早出晚归 主动去拦一些活 而小米在家把潘九金拿回来的珠下水做成辣味 然后拿到集市上去买 也给家里增加了不少收入 夫妻二人同心协力 把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这让村里的不少人羡慕极度恨 尤其是潘大壮 没想到自己冒冒失失的行为 反而成全了潘九金 让他娶了一个又漂亮又贤惠又温柔的妻子 时间越长 潘大壮越是度火中烧 他觉得潘九金除了比自己年轻点以外 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凭什么他能娶到这魔好的妻子 而自己就一直光棍到老 想住想住 潘大壮心中生出一袋计 这天天空灰蒙蒙的飘出细雨 天气有些冷 潘九金被人请去杀猪了 村里的村民都躲在自己家里懒得出门 潘大壮悄悄的摸进了潘九金家里 他看到小米在造尖干活 就悄悄的摸到了他的身后 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可怜瘦弱的小米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很快潘大壮拿出早准备好的绳子和麻袋 把小米五花大绑后塞进了麻袋 扛住回到了自己家 回到家他把麻袋解开 把小米双手绑在床头上 迫不及待地发泄住他的受欲 小米屈辱的眼泪染湿了一斤 可他嘴被堵住 手被绑住 根本无力反抗 移住香之后 潘大壮扯了一床棉被盖在小米身上 然后穿好衣服出门了 他瞧了瞧昏暗的天空 在寂静的村落大喊 妖怪来了 妖怪把潘九金家的抓跑了 村民们听到喊声都出来查看 围到潘大壮身边七嘴八舌地问 妖怪在哪里 小米被抓走了吗 咱们赶紧去看看 这时潘大壮指住二龙山的方向说 我刚才看到一条巨大的黑蟒 从九金家腾空飞起 而蟒蛇的尾巴上卷住九金的女人 大家顺住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与墓中的二龙山显得有一些诡异 山风若隐若现 感觉妖物缭绕 这让大家想到了十几年前 潘九金的父亲也是被蛇妖所伤 这时潘九金刚好回到村里 有好事之人大声喊道 九金你娘子被蛇妖抓走了 潘九金一听 手里的珠下水瞬间掉到了地上 他一路狂奔住 朝家里赶去 可发现灶里的火还燃住 锅里的珠下水还在滚 锅铲掉了一地 小米却不见了身影 潘九金来不及细想 他提起杀猪刀 就直奔二龙山 躲在暗处的潘大撞见笑了一声 得意地说 希望蛇妖真的把你吃了 这样小米就是我的了 潘九金来到二龙山中 雾气越来越重 偌大的二龙山 他也不知道蛇妖在哪里 他只好在山中痛苦地大喊 蛇妖 蛇妖 你出来 你害了我父亲 又害我娘子 我要跟你决一死战 这时他听到了沙沙沙的声音 很快一条巨大的蟒蛇出现在他面前 并口吐人言说 是你在叫我妈 是你要跟我决一死战 潘九金没想到山中真的有妖怪 握刀的手开始瑟瑟发抖 但一想到小米被蛇妖吃了 他就多了几分胆量 牧师驻蛇妖说 你喂食魔要伤害小米 我们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你 你害了我父亲还不够 蛇妖瞪了他好一阵才说 我既没有害你父亲 也没有害娘子 我不伤生 只是在这二龙山顶清修而已 那村里有人看见你把小米卷走了 潘九金瞬间没了底气 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话 那是贼喊捉贼 这话你也信 如果你再不回去 你家娘子就会被他折磨死 蛇妖说道 你的意思是潘大壮 潘九金此时脑子清楚了不少 他想到潘大壮一直惦记住小米 还真有可能是他设下的圈套 蛇妖看他这呆头呆脑的样子 着急的说 算了算了 等你赶回去黄花菜都凉了 看在你父亲当年救了我一命的份上 我就去把这个敢冒充我的人吃了吧 毕竟敢败坏我名声 冒充我的恶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蛇妖说完 搜的一下不限了 潘九金也马不停蹄的往山下赶 这一次村民们真的陷到了在天空中腾飞的蛇妖 只不过他抓的是潘大壮 潘九金赶到潘大壮家时 只见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小米被绑在床上 他赶紧取出小米口中的毛巾 解开他手上的绳子 心疼的想把他抱在怀里 可小米欠了潘九金 吓得直往被子里躲 根本不让他碰自己 潘九金无奈的扇了自己两耳光 嘴里囊囊住说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他说完 不管不顾的用被子把小米异果扛回了家 可这次小米真的受了伤害 抱住必死的决心 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潘九金再也不敢卖出干活 整天守在小米跟前 用心的开导他 强烈表示自己不会计较 希望小米能放下 好好的过日子 可小米出了无声的流泪 怎么也除不去心中的耻辱 这时房间里来了一个偏偏的黑衣公子 他递给潘九金一颗叶明珠说 你带着他离开这个村子吧 只要你真心带他 时间会冲淡伤痕的 你是谁 魏石魔要帮我们 潘九金问道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蛇妖 至于魏石魔要帮你 是因为你父亲当年救了我一命 才导致他丧命 黑衣公子说道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那天你父亲去山中打猎 正好碰上我脱皮 当时我没有自我保护能力 此时来了一头大黑熊 他最先发现了你父亲 你父亲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我的身体绊倒 他看了我一眼 嘴里咕咚了一句 说我尝着魔大也不容易 要是被熊吃了太可惜 于是他没有逃走 而是拿出了弓与剑 对准了黑熊 那后来呢 你父亲一箭射出去 黑熊受伤了 没致命 但受伤的黑熊更加勇猛 他一爪子就把你父亲拍倒了 可惜我当时没有灵力 救不了你父亲 眼睁睁的看住他被黑熊撕咬 黑衣公子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再后来黑熊吃饱了 然后就离开了 而我一直守在你父亲的身边 直到你们村里的人把他抬走 黑衣公子说完这些不再吭声 连攀酒精都看出来了 他充满了内疚和自责 我没办法让你父亲众生 但我可以让你们过得更好 我现在给他度谢灵气 让他忘记那些不好的记忆 你带着他连夜离开这个村子 好好生活就行 黑衣公子说完就朝小米的头部注入了很多灵气 小米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 而他也真的忘记了那些不好的记忆 潘酒精谢过黑衣公子 连夜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 带着小米离开了潘家村 而在他们走出村子不久 潘酒精家和潘大壮家都被一把火烧了 从此潘家村再也没有人见过蛇妖 而潘酒精和小米去离一个很远的城市 把夜明珠兑换成银两 构置了宅子 开了一个猪肉铺 两个人过足于失无争的日子 邀请大家继续看一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小伙为救白狐双腿受伤 白狐为报恩以身相许 胡人虐恋 刘叔豪 宋朝贤平年间应天赋人士 父亲刘二牛靠在后山打猎未生 一次在山上打猎时 二牛发现一个男婴躺在木板上哇哇大哭 他救下男婴后抱在怀里 急匆匆回到了家 由于刘二牛一生没有读书 盼望自己后代能够有书可读 因而名书豪 书豪生身父母是谁 刘二牛夫妇并不知道 二牛在解释他时在强宝里 只有一块宝玉和几块碎银 还有一封未开启的信 可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证明其身份 刘二牛解释到孩子后 见九九末人前来寻找 就自己养了起来 事如己出 时光荏苒 岁月如缩 十几年过去了 小叔豪漫漫长大了 他并没有像自己的父亲期盼的那样走师徒之路 而是学习了一身打猎的技巧 刘二牛夫妇一生无子 更加的疼爱小叔豪 叔豪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但是为人孝顺 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 叔豪也是时常去后山打猎用来给家人打一打牙剂 家里从来就不缺肉吃 多余的 刘父也会带住叔豪去镇上的急事出售 有一天 刘二牛带住小叔豪来到后山检查自己设的陷阱 收获非常破风 而在最后的一个陷阱里有一只雪白雪白的小狐狸 刘父赶紧解开陷阱 把小狐狸松开并放生了 然后转过身对叔豪说 咱们打猎 永远不要对狐狸动杀心 他们非常的灵 就像人一样 叔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叔豪十四岁时 母亲王氏病重 因为家中病无余钱买药 母亲在挣扎中病逝 王氏在将药病逝时 把叔豪叫到病床前对他说 叔豪啊 母亲不能看着你长大了 你父亲从小就疼爱你 我走后 你们好好生活 叔豪看着虚弱的母亲狠狠地点了点头 此时 那个摔断骨头都不哼一声的父亲却哭得像个孩子 自此只剩下 他和父亲爷俩 母亲去世两年 父亲因为思念而患病 生活的重担 开始全部压在叔豪身上 为了取悦刘父 叔豪带着父亲去镇里看戏 刘父知道叔豪的心意 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刘父慢慢在悲伤中走了出来 家中没了女人 只剩下两个男人 但是家务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只是缺少了往日的乐趣 刘父感觉是自己打猎杀生带来的灾祸 所以把弓箭收了起来 也要求叔豪不要再去打猎 把已经荒了十年的田地 重新翻了一下 进行耕种 叔豪知道耕田种地非常辛苦 但是为了逃 自己父亲开心 就再也没有去打猎 只是乖乖的鸡鸣去种田 天黑归家 这样安稳的日子过了三年 叔豪长大了 也到了要娶妻的时候的 而自己种的一亩三分底 只能够自己糊口的 并没有余钱给叔豪讨媳妇 为了给小叔豪攒老婆本 刘父又拿起了弓箭去后山开始打猎 第一天就收获破风 他们父子两去镇上买猎物 获得很多钱财 就在回去的路上 在一家财主的门口 张贴住一张绑纸 上面写著 本府为给老人诸寿 需要白色狐皮五十条 每条以一百串大钱 刘父指的织绑纸说 咱们怎么缺钱都不能去捕杀狐狸 你要切记 叔豪也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 刘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还重新建了两间新房 非常的气派 两人都期盼住今后的生活 会变得越来越好 一天和往常一样 两人来到后山深处 看到一只硕大的兔子 输好大弓射箭 射中了兔子的大屁股 兔子中箭后 并没有立刻死去 而是带着箭矢跑走了 刘父在兔子身后跟着 以他的经验知道 兔子早晚会失血 过多而死去 兔子跑了大约一刻钟 兔子就躺在地下不动了 刘父高兴地跑过去 把兔子捡起来 没有看清自己脚下 一步走空 不小心就掉下了山崖 输好也顾不上手里的猎物 就绑好绳子 一点一点下到谷底 费了九虎二牛之力 把父亲在谷底救了上来 他背着自己的父亲 向镇里的衣馆跑去 到了衣馆 这一摔 刘父的双腿都被摔断了 需要静养 并且每天都要喝汤药 但是这些汤药的费用非常的高 而自家的积蓄都用在了建房子上面 家里早就没有钱用来治病 输好再也不想让自己的母亲的悲剧 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 所以他努力地挣钱 用来自己父亲吃药用 而自己每天挣的钱 再也赌不上父亲身体调养要消耗的钱财 突然一个想法钻进了他的脑中 就是那个要白狐毛皮的告示 为了给自己父亲挣要钱 忽视了父亲的忠告 去了后山白狐经常出落的地方下起了套子 到了晚上 舒豪来到后山检查陷阱 五个套子竟然抓到了两只白狐 一只大的 另一个是小的 每当舒豪看到大狐狸的眼睛 都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舒豪把狐狸放到笼子里面 带回家 藏到了柴房 准备第二天把白狐送去财主家 舒豪知道只要这两只狐狸送去财主家 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 虽然他很不忍心 但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他不得不去做 第二天 刘舒豪瞒住自己的父亲 把抓到的两只白狐送到了王财主家 换来了二百串大钱 舒豪用其中的一百八十串大钱买了五副药 只够刘父吃七天的 但是这短短的七天 也让舒豪身上的重担减少了不少 自从卖了狐狸以后 舒豪一整天心里都慌慌的 当他把药拿回家给刘父熬药时 刘父问道 你哪来的钱买药 不会做坏事了吧 舒豪为了安慰自己父亲连忙说 我打猎打了一只花鹿 卖了二百串大钱 刘父看了看 舒豪心疼的说 以后你打猎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啊 到了下午 刘舒豪来到后山检查了一下所有的陷阱 只有一只小白兔 没有了其他的任何的猎物 舒豪失望的回到家 给父亲煮了一锅兔子汤 让父亲饱饱的吃了一堵 晚上 舒豪把所有的家务都完成以后 就早早地上窗睡觉了 因为他自己感觉今天非常的累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当他躺在床上 不一会就睡住了 然而在睡梦中有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美女 一个年龄稍微大点 一个是小女孩的模样 这个年龄大的女子说 大人 我们没有任何的仇恨 为食魔要捉我们啊 我们在这个恶魔手里 会被八皮抽筋的 我年龄大了 如果壮士不能救我 能不能救救我的女儿小玉啊 说完 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 舒豪看了看身边的小女孩 心生怜悯 然后对女子说 我没有抓过你们啊 年长的女子又说 我就是昨天白天你捉的白狐 请壮士救救我的女儿 舒豪看住这两人 狠狠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 舒豪醒来以后 才知道自己卖的那两只狐狸是已经成现的狐狸 父亲说过成了先就是人啊 自己糊涂啊 随即舒豪在心底里下了决心要把两只白狐救出来 在夜色的保护下 舒豪来到王财主的大门口 随着王府转了一圈 找了一处院墙比较矮的地方 爬了过去 进入王府后 舒豪有点发萌 这磨大的地方要去哪里去找两只白狐呢 当他偷偷得罪走住突然听到王府的下人在讨论住 其中一人说 那两只小狐狸真漂亮 明天就要杀死去皮了 才可怜了 舒豪听到这才知道 小狐狸还没有被杀死 自己来的并不晚 又听到另一个人说 是啊 现在那两只小狐狸被关在柴房 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都饿得嗷嗷叫 一到晚上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 这时 舒豪知道只要跟着叫声去柴房 就能找到小狐狸了 一直到了午夜 舒豪才敢行动 随着狐狸的叫声 他找到了柴房 当他打开柴房时突然被惊到了 在柴房内粗略一树 足足有五十只狐狸 最惹眼的就是自己送来的那两只白狐狸 舒豪看住他们可怜的眼神 一跺脚就把所有龙子的门都打开了 龙门一开 所有的狐狸一哄而散 最后只剩下了两只白狐 他们逃到门口后对舒豪败了败 就在狐狸逃跑时 惊动了王才主驾的下人 在追逐时才发现舒豪 当他们要捉舒豪时 多亏舒豪打猎食恋就立身本事 再要被捉到时 他跳过了院墙 在黑夜的掩护下才逃回家 到家以后才发现自己的一条腿 在逃跑时被石头割了一下 骨头都露了出来 他疼得浑身直发抖 而他看住自己的伤腿流下了眼泪 不是因为疼痛而流泪 而是自己不能打猎 而不能给自己父亲买药 而自责 天明以后 自己的腿已经肿胀的非常的高 已经不能下地走路 而流浮看住自己孩子的样子 心疼的一只流泪 而这时 突然听到院子外面非常的嘈杂 不一会看到两只浑身都是白色的狐狸 一只嘴里吊住一只非常肥的兔子 另一只嘴里咸住几株植物 当书豪一拳一拐地走近看 才发现这几株植物就像自己买的草药 他瞬间来了精神 把草药给自己父亲熬了 吃住兔子肉 喝住草药 这样的事情持续了两个多月 书豪自己的病也慢慢好了起来 流浮的双腿也好了起来 这时 流浮才在书豪的口中得知 白狐给他们送肉送药的缘故 流浮经过这次经历 直到自己可能一不留神 就要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因而把书豪叫到了床前对他说 小豪啊 今天告诉你个今天的秘密 你自己掂量一下以后怎么去做 书豪睁住圆圆的眼睛 看住自己的父亲 流浮接着说 小豪啊 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你是我在山上捡来的 在咱家房梁上有一个铁盒子 你拿过来一下 书豪在房梁上拿了下来 流浮打开了盒子 在盒子里面把玉盒信拿了出来 然后说 这封信我们不识字也没有看 你上过私塑 应该看得懂 这块玉石也是你亲生父母留下的 曾经我也偷偷的打听过 但是也没有找到过任何的信息 书豪听主把信封打了开来 里面写著 亲爱的宝贝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父母已经不在世上了 爸爸妈妈真的爱你 但是你爸爸是个亲官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得罪了很多人 由于被奸人陷害 咱们家九族都被杀害 为了把你救出来 你的小姨和哥哥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好的人家 我们只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 不要再走仕途的道路 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块玉佩是咱们家的信物 如果你真的混不下去了 就拿住它去临线去找你叔父 信很短 看得出是仓促下写的信 刘富之愣愣的看住书豪 书豪拿起信 一点点的撕掉 并把信扔到了火炉中 转过身对刘富说 父亲 过去的就过去吧 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不怕苦 只要有你在 才是整个家 刘富看住书豪说 你父亲我听说过 他是我们县里很好的县府 是我们穷人百姓真正的父母官 可惜 一晚上一府263口都死掉了 听说是有一个小少爷被救了出来 现在才知道就是我的书豪啊 刘富停了停又说 你家姓李是恩人的姓氏 我可不敢冒犯 以后就是李书豪吧 书豪听了后轻轻的点了点头 生活还要继续 书豪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 而去冷落自己的养父 生活也变淡了起来 书豪去后山打猎 也比以往更加的顺利 生活又在平淡中过了两年 一天 两个美丽的女子敲向了书豪家的大门 当大门被打开时 两女子独自走进刘家家中 说是外地逃难而来 书豪出于好心就留两人在家 谁知过了一周的时间 两人都没有提出要离开的意思 刘家又不能出口赶人 还是以礼相待 一个月过去了 年长的女子打听书豪的婚嫁之事 到了晚上对刘傅说 我们两人出门在外 无依无靠 这一个月的相处 我们也知道你们是个好人家 如果不嫌弃 就把我的女儿嫁给另郎 咱们成为了一家人 我们也有了依靠 刘傅这时正为自己孩子 还莫能娶媳妇发愁 听到女子折磨一说 瞬间喜出望外 高兴地指点头 而这一个月的接触 书豪和年轻女子早就互生暧昧 暗自许下了心愿 在两位家长的撮合下 两人很快就举办了婚礼 举办婚礼时来了好多的狐狸 有带来猎物的 也有带来药材的 刘家认为是那对白狐带来的贺礼 只是没有现身罢了 两人结婚以后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书豪也知道做人父母的难处 家庭和和睦睦 两人也从来都没有生过气 绊过嘴 整个家庭也慢慢的变得好了起来 刘傅的腿也慢慢恢复了 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 但是现在也能正常行走了 在一天晚上 两位女子把刘傅和书豪叫到房内和说 恩公 我们就是你所救的白虎 为了你的恩情 我让小女嫁与你 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好好生活 我明天就要离开了 刘家父子点了点头 第二天 书豪跪拜女子 只剩下自己的女儿和书豪生活 自己走进了深山之中 此后的三十年 一家人和和睦睦 书豪也放弃了灭门的仇恨 也没有磕磕碰碰 真真正正的世家和万事兴 真的是心善得来的也是善良报 总结 刘傅年轻时偶然的机会 救了小书豪 从而有了书豪不离不弃报恩情的家伙 而书豪为了救自己父亲犯错不乎 而认定了自己错了后 冒险救胡 白虎为报恩嫁给了书豪 最终一家人都是和和睦睦 这真的是心善必有善良报 在当今的我们 首先我认为 生而为人都不容易 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这个社会上最普通的人 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上苦苦拼搏住 我们都想给自己的家人 创造更好的生活 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交代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又是极为善良的 时间长了 我们慢慢发现 这个社会上 人如果太善良 真的赚不到钱 很多利益也抓不到自己的手里 其次我更加相信 在这个社会上 你会发现太善良的人赚不了钱 因为善良的人普遍心太软 总是习惯性先考虑别人的感受 宁可自己吃点亏 也不愿意让别人吃亏 而且善良的人缺乏底线 不懂得拒绝 常常被人利用 能赚到钱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 你不愿意 绝不会轻易把一些利益分给别人 你如果一味的给一些人太多 你给了别人不但不会感激你 反而只会把你当成傻子 继续去跟你索取 我并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自私的人 这个世界需要善良 只有人人都为他人着想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会变得好一些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心存善良 我们在保持一份善意的同时 还要多为自己考虑一下 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家老小去养活 我们还要为他们考虑 但是我始终认为 善良淳朴本是一种值得推广的道德品性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越是心地善良的人 越会被压迫 越挣不到钱 一般老实人会给自己的思想上 加上一道枷锁 无形中受到各种道德的约束 所以做事情的时候 畏首畏尾 顾虑太多 对待值得的人 一定要真诚相待 互利共赢 不要老耍一下小心思 不要总是欺负老实人 这样善良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不多 你真心对他 以后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就像故事中的刘叔豪一样 做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厚德之人 必有厚德福气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